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残情恶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171集 这边 姜短诚看完那些关于他劈腿的报道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才刚刚跟舅舅联系好 要发解出婚约的声明 怎么就有人抢先一步报道了这些 从报道上的相片来看 这人一早就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想到自己被监视 他不由得慌乱 没有安全感 这实在太恐怖了 旁边的丽莫熙见他魂不守舍的样子 不禁握住他的手 一声安慰 不用慌 还有我在 香短诚转眸看向他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阵地 仔细看 他眼底有着冷意 他不知道他怎么看待这次的爆料 他只知道 这事之后 他才发解除婚约的声明 情势已经对他们不利了 只会让人更怀疑他们 大家会认为 是他背着未婚夫劈腿 被识破了 就急忙甩掉未婚夫 他就是有理也说不清 那些负面又恶毒的评论 就浪潮一般涌过来 姜满城看着那些言语 忍不住想 他这还没开始解除婚约 就遭遇到这种事 如果再爆出他和段楚成的真实关系 那岂不是更糟糕 墨西 我现在该怎么办 那份声明是不是不用发了 姜满城心绪如麻 已经想不出该如何解决这事了 早在得知这爆料的第一时刻 丽墨西必然按夜去查 究竟是怎么回事 同时强势撤了很多报道 发出通稿 哪家媒体敢继续传播 他会采取相应的手段 不过对于首个报道的那一家媒体 他还没有出手 就如丽震刚料想的那样 他若强势镇压这家媒体 只会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他不急 他要的是这家媒体主动撤报道 并且付出相应的代价 丽墨西淡看着他 非常冷静地说 不 要罚 江满城心有疑虑 可是 话未说完 他的食指轻压在他唇前 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目光优深地直视他 没有可是 这些事交给我处理 我说过会保护好你 望着他深色的眼眸 里面淡然的光 能让人安心一般 他应该相信他的 微点了点头 没再出声 你在家里陪奶奶 我先去集团 他抬手 动作很轻地 扶开他脸颊边的发丝 晚到而后 江满城也明白 他不让他出去的原因 他正处于风口浪尖上 出去只会添乱 于是顺从地说 好 李莫西蛋钩唇 附身在他嘴唇上清灼一下 目光仍凝视他 等我回来 他点点头 然后见他转身要离开 他忽然想到什么 你注意身体 别太累了 他身上的伤还没好 这两天有他监督着 他工作量不大 勉强地养伤 现在出了这种事 他真怕他的伤口难以痊愈 李莫西回首 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 我有分寸 他望着他鼻挺的身姿 慢慢消失在眼前 他多少都有些担忧的 是对他身体的担忧 他的伤 连老夫人都掩瞒着 一直都是偷偷治疗休养 这两天在办公室里 他才发觉 他的工作量是那么多 他还是心疼 整个历史的大小事物 还有荣耀 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不想因为自己 在加重他的负担 究竟是谁一直在监视他 连他和李莫西 在利家别墅里接吻 都能被偷拍到 他心慌慌地看四周 这家里还有家贼 江本成不清楚 李莫西为什么 还要发那份声明 直到他看到 他发出的文件后 默然精致 那已经不再是一份 解除婚约的声明 反而变成一份协议 解除婚约的协议 更神奇的是 这份协议签署的预期 是在段楚成出国前不久 这样一来就说明了 他与李莫西在一起之前 他就已经和段楚成 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所谓的 他背对未婚夫劈腿的说法 完全不成立 因为他是自由身 和他在一起的 江本成拧眉苦思 他什么时候签过这种协议了 而且那份协议上 还有模有样的盖了章 证明他确实早已和段楚成 解除婚约 他的心还没有平复下来 疑惑还没解开 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李莫西为了他的声誉 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外人关注的镜头里 他说他就是知道 江本成解除了婚约 他才开始追求他 他们在一起之前都是单身 并承认爆料里发出的相片 那些都是真的 他与江本成确实在一起了 他说的话不多 加起来至多三句 却在立正江本成的清白 同时承认他们的恋情 让大家知道 江本成现在是他的人 一个爆料新闻 居然把一项不接受采访的 李莫西给炸出来 还在镜头前直接承认 和江本成的恋情 这比那所谓的爆料 更令人惊讶 都说没有女人能轻易接见他 而且他也一直保持低调 就算是以往和韩清雅传绯闻 他也没有在镜头前承认过 韩清雅什么 现在 他居然给了江本成名分 如果说 李莫西的说法 不能让人完全相信 那么当事人出来给说法 那就不得不让人相信了 出国好长一段时间的段楚成 这会儿也通过媒体给出说法 他确实在出国前 就与江本成签署了解除婚约的协议 至于原因 那是他们的私事 并说明他们之间不存在谁背叛谁 是和平分手 两个男人都出来为江本成说话了 大伙即便还有疑问 却也不能再说什么 探客们只能感慨 城里人真会玩 江本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李莫西出镜 为他证明他还能接受 可舅舅为什么会配合李莫西 让媒体传达他的话 难道说 他的新闻传得那么快 连在英国的舅舅都知道了 还是说 李莫西和舅舅联系了 他一头雾水的时候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吓了他一跳 他拿起来一看 是舅舅打了的 他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心有啪啪的接起电话 刚接头 那头几乎是咆哮般的声音传过来 江暖成啊 你给我说清楚 你和李莫西那小子 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提防他了吗 你怎么就被他骗了呢 啊 幸好他快速的把手机放远离耳朵 要不然真要被舅舅的吼声给震聋了 那个 舅舅 我 胆肥了啊 我出国没多久 你就被他骗了是不是 你还不告诉我 你有把我当舅舅吗 段楚成又是一阵训斥 江暖成干脆不出声 任由他说 等他说够了 终于停歇了 他才小心翼翼的说 舅舅 你气消了没 对不起啊 我也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 我和他在一起没多久 真的 我不骗你 哼 那好 那你现在 马上和他分了 江暖成 刚张开的唇别和尚了 忽然就沉默了 无法回答他的要求 段楚成感觉到他的犹豫 又大声说道 你都忘记了 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让你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 怀着身孕远走他乡 这些你都忘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回到他的身边 江暖成握紧了手机 双毛被一层雾笼罩了那般朦胧 半晌 他轻叹 我没忘 没忘 你还跟他 段楚成语气里透着痛心几手的意味 江暖成沉默了几秒 随后才平心静气地问道 舅舅 那你又为什么要和乔姐复合呢 段楚成没想到 他属然这么问 他争了一下才说道 我们和你不一样 我是全心全意对他 他心里也有我 我们之前是因为误会才分开 现在误会解除 彼此心里都有对方 当然要复合 他说完 顿了一下又说 可是丽莫西呢 他对你 他对我也很好 江暖成默然接话 在对方停顿的片刻 继续道 其实 我们和舅舅你与乔姐是一样的 在一起都是因为心有对方 都是解开了误会 所以复合 段楚成一时无言 想不到他会这样回答他 但对于丽莫西 他还是不放心 周梅问道 你确信你们心里都有对方 江暖成抬眼望向远方 想到丽莫西在镜头前说的那些话 忍不住嘴角 声音轻轻的 是 我相信他心里有我 这又有多少 我不清楚 但我清楚我的心 不会比他少 他没有点名 却足以让段楚成明白 他心里都是丽莫西 好半会儿 段楚成的情绪平稳了不少 无可奈何地叹息 你怎么就那么傻呢 万一信错了人怎么办 江暖成嘴角还挂着那弧度 慢慢地说 傻就傻吧 陈这一生不犯一次傻 还真不完美 在他点头答应和丽莫西在一起的那一刻 他就在跟自己打赌了 现在 他还没有输 不是吗 都说他失事的时候 他才明白自己对他有多么在意 他不想再逃避 即便最后赌输了 他也对得起自己的心 不是吗 这一下 段楚成还真不懂该说什么 人家要犯傻 他拉也拉不住 对了 舅舅 那份解除婚约的协议是怎么一回事 我记得自己没有签过那样的协议 江暖成终于记起要问这事了 段楚成不懈地哼了一声 我会提出当你的未婚夫 当然会把以后可能发生的事都想了一遍 所以 早早准备了这份协议 没想到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舅舅你果然老谋深算 啊 不对 是深谋远虑 江暖成不得不探复 段楚成也毫不谦虚地回答 当然 你以为你舅舅我是那么简单的吗 好像说的他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那 是墨西联系你跟你说我的事 他小心地问着 就怕又触动舅舅的神经 听到他对丽墨西的称呼 他忍不住言语 这么快就叫得那么亲热 你让我这个未婚夫觉得很失败啊 江暖成忍着 没不屑地哼声 那你那么快就让乔姐怀上了 你让我这个未婚妻也觉得很失败呢 是不是跟姓丽的臭小子 在一块学到尖牙利嘴了 对我这个老人家一点都不尊敬 江暖成眼角猛愁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如此矫情地说自己是老人家 那也真是醉了 怎么样 丽墨西那小子把事情摆平了 段处上这会儿不跟他拼嘴了 由此他也难确定了 确实是丽墨西主动联系了舅舅 这才有了那份协议的出现 以及舅舅的声明 有舅舅你出马 还有什么事不能摆平的 你少拍马屁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丽墨西不能保护你欺负你的话 你尽管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听舅舅这语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老大呢 江暖成一阵汗言 啊 舅舅如今说话的语气 完全和乔姐一样一样的 果然是夫妻同心呢 呃 那舅舅你跟墨西说了 我和你的真实关系了吗 江暖成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暗存着 如果丽墨西知道了 等他回来 他又怎么跟他解释呢 他应该非常生气吧 段处成重重的哼了一声 我没必要和他交代我和你的关系吧 何况我也不想告诉他 就让他一直认为 我是你的前未婚夫好了 让他心塞去吧 呵呵呵 江暖成发现 自己和舅舅真的有代沟了 他甘笑两声 舅舅 你也太自我感觉良好了 现在他们解除婚约 利墨西如愿了 他才不会心塞呢 拨到电话之后 江暖成头疼了 舅舅没和利墨西说他们的关系 那又要他找机会亲自跟他坦白了 这事还是等他伤好一点再说吧 这次的突发事件已经够让他累的了 江暖成 突然一声吏喝 他一惊 回头就见方满河气冲冲的走过来 他哀叹一声 方满河来找他麻烦了 方夫人 不要叫我 你一开口就让我觉得讨厌 方满河怒斥 江暖成不出声了 看着他 不用他等 方满河接着开口道 我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拖累我们家墨西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报道差点害得我们的墨西不清 我说的没错 你果然就是扫巴星 江暖成明解了唇 他并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方满河的误解斥责 他听了自然不舒服 现在 你还好意思和墨西在一起 你是想害死他吗 方满河完全把罪过都推到他的头上 不奇怪他会那么紧张 甚至是害怕 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死过一次了 现在是死而复生 他容不得别人害他的儿子 同样身为母亲 江暖成非常理解方满河的心思 所以他也不怒 很平静地说道 方夫人 发生这种事情 我也是被害人 我也无能为力 这次的事件 不只是针对我 还有墨西 从报道上的相片不难看出来 背后的人一直在关注我们 你不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抓到这个人解除后患吗 方满河两道没深咒 冷冷盯着他 他不是很傻的人 当然明白江暖成说的也不错 只是江暖成赤罪根源的祸害这种念头主导了他 他冷道 就算是要抓住这个人 那我也要先把你给解决了 江暖成轻态 方夫人 我们已经被敌人给盯上了 这历宅里说不定就有内鬼 你若真要赶我走 我不会死贴赖脸 但有一点 我不会离开墨西 我不是和你作对的意思 只是这个时候 我们若是内乱 一定会给敌人有机可乘 也请方夫人 为墨西讲一讲 他淡然从容地说完这些话 礼貌地对方满河点个头 然后转身 往另一边离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172集 方满河是被他说的那句 立下里有内鬼的话 给震住了 一时半会儿被己发凉 回过神后发现 他已经走出几步了 心里是觉得他说得不错 终究 终究还是不甘愿地 恼喝一声 江暖成 你 江暖成 自后说的那句话 入了他的心 从集团被查开始 他就一直觉得不太对劲 难道他们立家 真被人盯上了 这时候 他应该为儿子多想想 而不是找江暖成对峙 哼 就暂且不和江暖成计较 等这次的事情解决之后 他肯定还是要把这个扫把 先赶走的 江暖成 被抱劈腿没多久 剧情大翻转 原来人家早就解除了婚约 也没有什么未婚夫 接受嬉哨的追求 也并没有违背什么道德伦常 一场闹剧来匆匆去匆匆 大伙看热闹的镜头一过 这事就平息了 但对于某些人而言 这只是痛苦的开始 密室里 利墨西优雅地坐在单人沙发里 修长的腿随意交叠在一起 阴谋但逆前面跪在地上的男人 俊美无仇的脸庞上 看似无害 头顶的灯光打下来 却让人觉得 此刻的他是决定人生死的撒旦 恐怖的令人胆战心惊 修长的手指轻敲着沙发扶手 寒毛淡转 看一眼旁边的暗夜 他即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大步走过去 一把揪起跪在地上男人的头发 他整个脑袋都被揪得往后摇 被迫抬头 看见对面浑身泛冷的利墨西 哆哆嗦嗦地求饶 西少 我错了 我深刻知道自己错得离谱 我不该发那些报道 西少 饶了我吧 利墨西面无表情 狮自冷酷地神起 俯瞰着不停反显的男人 博春免着 并不开口 阿爷冷喝 既然知道错了就快说 谁给你的料 谁让你发的 这 没人 这位报刊负责人万总 额头冷汗滚滚 嘴唇都抖得不成样子了 还不可以说实话 没人 那你怎么来的爆料 你派人监视西少吗 阿爷又是一喝 这话 吓得万总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就是给我食个胆 我也不敢做这种事啊 在阿爷的冷凳下 踏踏踏踏续续地说 是 是有人把相片 装在信封里 放在我办公桌上的 我不知道是谁 真的不知道啊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发了那些报道 阿爷 利墨西出了声 清冷的嗓音里 有着不耐烦 阿爷为害手 下一刻 便松了揪着万总的 头发的手 那万总以为没事了 正让松一口气 阿爷却弯身 蹲在他面前 脸上露出一丝残酷 既然你把事情 都揽到自己身上 那好 不知道万总知不知道 没有得到西少的允许 擅自乱发报道 会是什么后果 万总被他那 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吓得心尖一缩 颤抖着问道 什么 阿爷冷吃 看来万总是真的不知道 那我现在告诉你吧 西少最讨厌他人乱报道他的事 你报道了 那就信你两条胳膊 作为代价吧 阿爷阴沉沉的话 在密室里 更让人的心防失去抵抗 万总惊恐地睁大眼睛 看看阿爷 又看看丽莫西 拼命地摇头 不 不要 你们饶了我吧 说完 不停地磕头 阿爷也没有耐心了 他站起身往旁边退一步 守候在四周的下属中 有一人走了出来 抓住万总的胳膊就要用力 他快被吓破胆 那般惊叫起来 是丽董事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真的 西少 我没有撒谎 是丽董 是他 他不停地重复着 就怕自己说慢了板牌 手臂就离开他的身体 丽莫西眸色一沉 就脸上轮廓越加分明 眸里是令人心急的阴质 阿爷阴愣了一下 很快恢复神态 这个答案 似乎他早有预料 他再次蹲了身 直视万总 你有证据吗 好好说 能不能保住你的双臂 就看你自己了 事已至此 万总哪里还敢掩盘 忙不迭地点头 哎呦 不需要了 丽莫西说人站起身来 没看地上的万总一眼 默默地丢出一个字 走 说着 他已经转身 暗夜争主 忍不住开口 二少 他不懂了 这都快要到证据了 二少为什么就走了 难道又要放过立董 就算立董对他来说真的不一样 也不能任由对方三番两次的陷害吧 可是丽莫西什么都不说 就离开了 暗夜想继续要证据都不行 只能急忙去追他 走先不忘对万总说道 这次算你走运 还有 你胆敢对今天的事透露半句 后果 你懂的 不一会儿 密室里只剩下万总一个人 他心有余悸地擦擦额头冷汗 忽然转念一想 他还有把柄在立正刚手里 现在他招供了 立正刚会对他出手吗 他真是倒霉透了 怎么会惹上立家的人 暗夜追上立茉西 他心有焦急 二少 这次 你还要顾兮吗 对方一连的出招 我相信这次 他失败了还会有下次 你真的要放过他 打开的车门前 立茉西动作顿了一下 没有立即驱腿坐进车里 他没有回首 温某没有感情的声音道 我没有这么说 话落 他坐进了车里 车门跟着关上 还愣在车外的暗夜眼睛一亮 焦急的情绪对是没有了 他明白了主子的意思 快速坐进车里 立正刚本以为 这次的爆料能拖延立茉西一段时间 谁能想到 只不过是半天的功夫 立茉西就把事情解决了 什么解除婚约的协议 什么伪魂服发生 他有立茉西亲自面对媒体解释 好好的将满城劈腿的狗血剧 就被遏制了 变成顺理成章的事 这下他是要被气得吐血了 连连的失手 难道说立茉西就那么难对付吗 这样一来 立茉西肯定会查是谁爆的料 他一轻 连忙打电话给万总 电话很久才接通 他开口就阴瑟瑟的问 万总 西少可有找过你 万总跌跌撞撞的 刚走出那间恐怖的密室 立茉刚的突然来电 吓得他不轻 久久都不能回神 好不容易拿出手机 接起电话后 又听到那段传来阴冷的质问 他神经都绷紧了 猛的想到 暗夜临走前对他的警告 万总 你在听吗 立茉刚催促 有些狐疑的皱眉 啊 是是 我在听 立董 你问西少啊 他没有找我 怎么了 万总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正常 立茉西 当真没有找过你 立茉刚当然不会那么 轻易相信他 我没有必要骗你啊 再说 我这不是有事 捏在立宗你的手里吗 我哪有那个胆子 去骗你啊 万总非常诚恳地说道 立茉刚心想也对 自己手里有对方的把柄 料想他也不敢欺骗自己 严肃的口吻便消弭了一些 仍有警惕地问 如果立茉西找上万总你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立总放心 我早就想好了对策 如果他真的找上来 我就说 那些照片 是有人装在信封里 放在我桌子上的 这人是谁 我就不清楚了 万总说着刚才 对立茉西说的谎话 心头满是忐忑 这谎言没有骗过西少 也不知道立茉刚会不会相信 除了立茉刚听了他的说辞 竟然没有起 还同意他的说法 万总到底是见过风浪的人 处理问题也是有一手 要不也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你放心 只要我是安全的 你的事就不会有人知道 万总不免意外 立茉刚居然相信了他 连忙说道 我懂 我懂 通话很快结束 万总看看手机 同一种说法在两个人身上 有不同的反应 难道这就是立茉西和立正刚的差别 果然还是稀少不好惹呀 立正刚同样在思考 立茉西应该没那么快 调查到他的身上 只要万总这边没问题 他就无需担心太早 他也知道立茉西还在追查英国这件事 这个他不是十分担忧 毕竟要在国外查事情可不是简单的事 雄伟的立氏集团大厦 总裁办公室里亮着灯 弱大的办公室竟得让人发慌 立茉西坐在大班椅里 手上是那份关于立正刚收买严科长的证据 这脸没有过多表情 看了一会儿 他放下那些证据 起身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夜色 整座城市开始有霓虹闪烁 他却微抬了头看向天空 大都市暗沉沉的夜 连星星都难以看见 轻轻地 他尼纳了一句 少唐 对不起 我必须这么做 我不允许有人伤害他 那一刹那 他英俊的同毛里 想过复杂的幽光 办公桌上 手机嗡的在震动 立茉西收回了思绪 转身拿起手机 看清是谁带来电后 轻了的神情 终于有了一些暖意 暖程 莫西 你还在集团吗 不是叮嘱你不要太劳累吗 什么时候回来 听着对面的女人 一开口就说了一串 她并不觉得烦 倒是歪了唇 至少她现在 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嗯 我不累 现在就回去 她便与他通话 便拿起放在椅背上的外套 又开始拿钥匙 收拾桌面的资料 真的是现在回去 那我等你 路上小心 张满车还想跟他说些什么 可张了张嘴 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还是矛盾 算了 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好 丽莫西应道 隔天 江满城亲自送丽莫西上车去了集团 他现在还不方便与他一同出现 虽然彼此的关系已经公开 他们在一起没有对不起谁 他能预料 他和丽莫西一起出现的话 肯定会引起围堵 他暂且安静的在丽家 陪老夫人 陪女儿好了 他现在担心的是 下一秒就有人爆料 他有个女儿这个事 他承认 自己被弄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这一天 案例是召开董事会的日子 所有董事都会出席 由丽莫西主持 轿车开往集团的这一路上 丽莫西始终神情莫测 眼底晕着幽冷清光 暗夜已经感觉到 他身上透出的危险气息 就像是狮子准备逮捕猎物 在暗夜的陪同下 丽莫西英挺的身姿 出现在集团 一路醒来 职员们纷纷驻足问好 今天大家看他的目光 很是不同 因为他昨天公开了 和姜暖城的恋情 大家都在暗探 他们总裁已经是 明草有主的人了 只不过 总裁这脸色 怎么比以往还要冷酷 真是吓死人了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那样 丽莫高如以往那般 西装革履的来参加董事会 在场的董事都在议论 昨天的事 见他进来 有人高声跟他打招呼 李董啊 昨天的事知道了吧 我们总裁还真的跟那个女星 将暖撑在一起了 丽震刚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 讨厌这些老东西如此八卦 他敷衍地笑一下 那是总裁的选择 我们就不要八卦了 说两句怎么了 他敢公开 我们还说不得啊 陈董事最不服气 因为上回他被丽莫西当众羞辱了 不过现在他也只是装腔做事 丽震刚没接话 坐回自己的位置 有些魂不守舍的模样 他今早一起来 眼皮就跳个不停 赵董事看看身边的人都在谈论 趁大家不在意 凑到丽震刚的身边说道 丽董 你状态不太好啊 出什么事了 他寻思着 是不是上回争夺掌权人位置是没有成功 他才这么没有精神 谢谢关心 我很好 丽震刚语气平平 听不出细手是真心感谢 赵董事还想说些什么 会议室门口 只见鸡月还有暗夜 站在丽莫西身后进来了 大家的议论声顿时停止 都望着丽莫西 各怀心思 丽震刚也看过去 丽莫西一如既往 但莫没有表情 也不看谁 他稍稍安心 这样说 丽莫西没有怀疑他 只不过暗夜今天 为什么跟着来会议室了 如此 他的心有一提 丽莫西在主席位置落座 坐稳后 还沿毛子 才慢慢看向在场的人一眼 确定人都到齐 才开声道 开始会议 丽莫西 将手里的文件 一一发给在座的董事 丽莫西低沉的嗓音 在会议室里响起 这次会议第一主题 还是说一说我这次出国带回来的成绩 董事们对于利益这种事最感兴趣了 都看向手中的文件 时间悄然而逝 这个过程中 丽震刚布什大案表也令莫西 只不过对方一直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 似乎在认真的听姬月对大家的解说 好 这是我这趟出国带回的消息 各位董事 可有意见 丽莫西抬眸 事件没有刻意落在谁的身上 董事们互相对望一眼 进而都纷纷点头 说没意见 还非常满意 他在国外拓展的项目 既然各位都没有意见 这些项目就会按计划实施 丽莫西一锤顶音 大伙都以为会议到此结束了 都准备着散会 丽莫西慢悠悠的起声 接下来是第二个主题 这人都不明所以的看向他 还有事没说完 与大家不同 丽震刚突然感觉眼皮跳得更厉害了 不自觉的皱了眉 在大家的注视下 丽莫西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关于上一次集团被调查一事 最后证实是调查科出了错 严科长说是接到有人举报才来调查 我一直在查这位举报人 终于 经过一番努力调查之后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举报的人 是谁这么恶毒啊 居然敢故意举报 这种人不能轻扰 对 不给点颜色给他瞧瞧 还以为历史好欺负呢 是不是哪家敌对公司出的阴招啊 董事们都很惊讶 这都被他查出来了 李董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解释 董事们一分填膺 都嚷着 要追究那个乱举报的法律责任 没有立真刚没有出声 他卧和的手心 还冒出了汗来 什么举报人 严科长那是乱说的 要真算举报 那就是他买通了严科长 也不知道丽莫西查到了是谁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以为严科长被处罚 就没什么事了 根本没有想到 丽莫西还在查这件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173集 丽莫西听着董事们的嚷嚷 似笑非笑的 看向没有发言的李正刚 树然出声 丽董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解释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看下李正刚 一时迷惑 李莫西那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李正刚是那举报之人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目光都停在李正刚那里 李正刚心里一慌 但毕竟精力多了 很快他就镇定下来 还迎上李莫西的眼睛 咧嘴不明白的笑问 总裁这话怎么说呢 我又不是举报的人 他暗暗捏紧拳头 脑子极快地运转 严科长那里 应该没有提供什么证据 给李莫西吧 李莫西神情不变 静怡出缠的样子 却是让人猜不透半分想法 云淡风轻地说 哦 确实 李董你不是举报之人 你是直接买通了严科长 来调查集团的人 什么 有董事忍不住惊呼出声 董事们脸色都变得古怪 全都盯着李正刚 他买通了严科长 集团陷入危机风波 是他的杰作 李董 你为什么这么做 有人控制不住 质问了 李正刚神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眼底极快地想过惊慌 不过被他很好地掩饰了 他脸上露出气氛 总裁 你无凭无据就直接指控 我收买了严科长 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你想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直接说 我不是第一次 被李家的人赶鸭子上架了 他这是说 上回集团出事 严科长要带人走 他还不是负责人 李家的人却口口声声地说他事 硬是把他给推出去当挡箭牌 其他董事闻言 愤怒的情绪有所缓解 这次却看下李墨西了 对啊 没有证据 他怎么可以乱说呢 谁都不知道 李正刚此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李墨西没有证据不会乱说 他到底有什么证据呢 李墨西樱默淡咪 脸却似笑非笑 渐渐冷下的神情舍人 他叹一口气 既然你懂你这样说 那好 他微侧手喊了一声 安夜 在 安夜应声踏前一步 接触到主子的眼神后 他打开手里的文件袋 将里面的证据拿出来 同时说 这些是证据 各位可以传阅 严科长亲口承认了 收受李董的贿赂 故意带人来调查集团 董事们轻衣不语 开始传阅那些证据 由严科长手写的认罪书 承认收了李正刚给的钱财 后面还有严科长的公章证明 还有银行的转账记录 证明他说的不假 最重要的是 严科长亲自承认 收了李正刚钱财 这是致命的证据 李正刚简直不敢相信 严科长会出卖自己 他转钱的时候就特别谨慎 没有用自己的账号 是让心服去转的 他以为谁都查不出来了 熟了最后抖出他的 是严科长 这 这一定是严科长诬陷我 我没有这么做 严正刚死不承认 李董 证据在面前 你就不要抵赖了 再说严科长都落难了 他有必要陷害你吗 我看他是被你害了 现在醒悟来揭穿你啊 对面的林董事说 那你们说说 我让严科长来查集团 我能有什么好处 这事肯定是误会 问题就出现在严科长身上 我要当面质问他 李正刚还是生气的模样 仿佛他真是被人冤枉了 在大家皱眉思考 是啊 李正刚为何要做这种事实 没出生的李墨西 默默说了一句 因为你想坐上我的位置 一句话 道破李正刚的目的 众人还是不太明白 这样做 他能坐上总裁之位 在严默西的事业下 艾叶向老董事们 说了一遍李正刚的计划 他就是要制造那种混乱的局面 然后他是临危受命 被大家推选出来当掌权人之后 再让严科长宣布调查失误 接下来 李正刚便完好无损地回到集团 那时候 他就成功地坐上总裁之位了 大家这下才明白了 顿时被李正刚的深思谋虑给惊到 他太狡猾了 赵董事和陈董事都不敢开口 低头不敢看人 他们是支持李正刚当总裁的主要推力 他们也没想到 李正刚背地里还做了这种事 李正刚脸色已经有了惨白 他的底气消散了很多 他猛一拍掌 站起身 我没有 是严科长陷害我 我这就去找他当面对质 他一转身 主席位的立默西默然说道 不用了 我这里有给你更好的出炉 李正刚背起一阵 心慌得无法转头 此时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 大家起先还对李正刚印象很好 相信他的能力 现在终于明白 他所做的一切都带着目的 他们认为 就算再推选总裁 他们也不会选择他了 立东如果真的去找严科长 把这件事情闹大 我想后果 你无法承担 因为你有没有做这件事 你心里很清楚 立默西慢调思理的跟他分析 立正刚还是没转头 但也没有踏出会议室的举动了 他脑袋有些乱 不否认立默西说的是实话 把事情闹大 吃亏的只会是他 立默西像是看穿了他的念头 依然淡定从容的说 而立东你在这里承认了的话 我还能保证这事 不会传出去 你的名誉还能保存 以后这事就埋入尘埃 暗夜忍不住看了一眼二少 暗自感叹 二少还是对立东手下留情了 立正刚站在那里 久久都没有了动作 他知道大伙正在看着他 他心里在做天人之战 承认还是不承认 承认他还能保证名誉 立默西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因为他感觉到了立默西对他的不忍 他冷笑 他非常清楚立默西为何手下留情 原本就是立默西对不起他 确切地说是对不起他儿子 抓住了这一点 他不那么慌张了 不就是想做总裁的位置吗 立默西应该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 他终于转身面对立默西 平静问道 你想怎样 如此 他是承认确实买通严科长来对集团调查了 也承认了他的狼子野心对总裁之位的器语 大伙儿倒吸一口气 立默西并不意外 只是毛色突然变沉 冷蔑立正刚 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就请立董退出董事会 退出集团 永远不再踏进集团一步 你点头 我就能够保证 我的承诺 他的话越说到最后 眼眸越加风锐如润 盯着人发麻 立正刚被他突然迸发的那种强势 泰然被震慑 他突然觉得 他根本没有了解眼前这个橘子 他知道他年纪轻轻手腕了得 却还是低估了他 他出手 竟是那么果敢很绝 会议室里静得诡诀 董事们呼吸都小心翼翼的 忍不住看向坐在主席位的立默西 此时的他 如一位威严的君王 在下达处决的指令 立正刚捏紧的拳头在发抖 他还以为立默西会留情 以为自己抓住了他的不忍心 熟了 都是他自以为而已 他已经承认收买颜科长 没有回头路了 他也不会低头去求立默西的 所以 在静默了好办会后 立正刚咬着牙 狠狠地吐出一个字 好 立默西收回目光 跟着说道 那么 散会吧 董事们都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 事情却这么结束了 他们离开会议室的时候 脑子里只有一个意识 立正刚被赶出了董事会 甚至是集团 渐渐地 人都散去了 立正刚还站在那里 一脸沉愉 立默西这会儿起身 集园和暗夜紧奔着他 他在走到立正刚身侧的时候 停住了脚步 他看着前方 默然道 大伯 一切到此结束吧 不等立正刚有所回应 他进步踏出会议室 樱幕里是沉住的光 他说过 不允许别人伤害江暖城 伤害他的人 他会一一让他们付出代价 没错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打算不和立正刚计较这事了 就连暗夜说在英国那会儿 要娶他性命的人 很可能就是立正刚 他都否决了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 其实 他心里何尝没有猜疑 他只是不愿意相信 是立正刚要他的命罢了 这次 若不是立正刚找媒体报刊 曝光江暖城 那样诋毁他 还是不会有今天的举动了 江暖城是他的底线 既然他碰触了 那么他不会再姑息 他原本计划 等江暖城与星段的解除婚约 他就找机会告诉他 他还是他妻子这件事 可惜他的计划 被突发事件给打乱 他心底多少是有些恼的 他刚才对立正刚 说的最后那句话 前一次理事告诉他 不要再做什么小动作 他今天还是不忍 留了情面 不暴露他收买严科长的行为 不代表以后他还会留情 丽默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坐在大班椅里 手掌附在自己的胸口上 能感觉到衣服下包扎的绷带 他的伤口还没好 尤其在那匕首 从胸膛里拔出来的时候 他涌出来的热血 黑黑的刀口 都是那样的令人惊骇 他只是想着 当年他欠少唐一条命 今日 若真是立正刚派人杀他 那么他就算是还了欠下的命 才没有那么认真追究 是不是立正刚要杀他 为讲 他被捅一刀大难不死 对方还不肯罢手 让飞机失事 因为 他们以为他在飞机上 丽默西铭解了博蠢 事到如今 他不再欠立正刚什么 只愿他能听下他的劝告 就此收手 很多时候 你以为是好心对人 殊不知 对方根本察觉不到 甚至认为你假惺惺 装强促势 此时的立正刚 就是这么想的 立默西最后对他说的那句话 在他看来 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想一切都结束 做梦去吧 立默西当众揭穿他 还赶他出集团 这个仇他不报的话 那他才是真正的孬肿 儿子的仇还没有报 他现在还被立默西逼迫到这般境地 他岂会甘心 立默西 你等着吧 他失去的一切 他一样一样的都要讨回来 立正刚眼底 升起腾腾的杀气 挺冷恐怖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 一切都慢慢平息下来 立正刚的退出 没有人怀疑 因为立默西说他身体不好 在家里养病 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立默西开始选色 什么时候告诉江暖成 他们的夫妻关系 江暖成也在寻找恰当的时机 跟他坦白一切 尤其是女儿的事 平静之下 一件大事突然爆发 这一天 立默西正在开会 桌上的手机不安地嗡嗡震动起来 他看一眼 是江暖成的来电 他停下会议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江暖成焦急慌乱 带着哽咽的声音 墨西 原来 原来他不见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呀 立默西眸子猛然一沉 握手机的力道都一紧 江暖成语无伦次了 他太过慌张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述 前些天因为立默西的安排 他与女儿一直住在丽家别墅里 住得久了 女儿就闷得慌 求着老夫人带他出去玩 老夫人则是询问江暖成的意思 他同意的话 他们就带圆圆出去玩 江暖成心想 这些日子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之前发生的事也过去有些时日了 寻思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尤其是看见女儿可怜兮兮的模样 想想 总把女儿困在家里也是不好 他这才点头 担任带女儿出去玩 老夫人也跟着一起 就在公园里 一些人都十分低调 起初 他和女儿在公园里玩得很开心 玩闹了半天 女儿嚷着说口渴 看见不远处有贩卖冰淇淋的 他嚷着要吃 江暖成受不了他的魔人 只好带他一起过去 冰淇淋冰棍都有 种类也很多 他询问女儿要哪一种 圆圆指了指香草冰淇淋 他就拿出来先递给女儿 接着他开始付钱 他发现自己没有领钱 只好把一张大钱递给老板 这个过程里 他一直以为女儿就在他身边 当老板找钱给他 他数清楚了钱收入钱包之后 一转头才发现 女儿不在身边 他以为这小妮子又跑去哪里淘气了 在附近找了一圈 一直喊女儿的名字 可是都没有得到女儿的回应 他这下着急了 回头询问老板有没有看见他的女儿 老板摇摇头说 他那时候在找钱给他 并没有去关注他的女儿 江暖成心交道往回跑 告诉老夫人他找不到圆圆 叫阿圆还有庆嫂帮忙一起找 他们几乎把公园翻了个底朝天 仍旧没有找到圆圆 江暖成彻底惊慌了 他无助地打电话给令摩西 他感觉自己走投无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174集 丽莫西听着他要哭的声音 心都跟着揪起来 他还保持着冷静 别慌 你在那等着我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丽莫西转身就往门口走去 七月不解地喊了一声 总裁 会议结束 丽莫西头也不回地丢下这话 就急匆匆地走了 然而他刚走到电梯口 正要按开门键 又有电话打进来 他以为是江暖城 没仔细看就接了电话 暖城 那边安静的诡异 他感觉到不对劲 正要看来电 此时有声音传来 哈哈 齐少 这声音经过变声处理 听不出事实 丽莫西拧起眉心 冷声问 你是谁 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手里有谁 聪劳的男生 带着阴森的感觉 丽莫西心一沉 顿时明白 嗓音突然冷利 你想怎样 对方一阵喝笑 齐少果然是聪明人 我还没说啊 你就懂了 跟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痛快 少废话 丽莫西不难一喝 对方就显得慢悠悠的了 不急嘛 自顾绑架 多是为了钱财 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你们想要多少 丽莫西直接问 对方冷横 齐少够干脆啊 我倒想问 故意跟他过不去 好半会儿才说 我们要的对于西少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不多不多 九五个亿吧 五亿 这简直就是 狮子大开口 常人听了 肯定吓晕过去 丽莫西却非常镇定 传声道 可以 他话音才落 对方又补充 哦 忘了跟西少你说 这五个亿是美元 我想西少 你付得起吧 五亿美金 天哪 人民币都很过分了 居然还有美金 丽莫西英姆 悠冷的害人 对方当然不会知道 还继续说道 这五亿美金 对西少来说 绝对值啊 毕竟这小娃娃 那么可爱 是吧 好 但是你们不许 伤他半分 丽莫西沉冷道 西少给得出 我们自然善待 你的小公主 我要听到他的声音 为以防万一 他还是要确认 元元是不是在 他们手中 没问题 对方也够爽快 手机里传来 沙沙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 听到对方的声音 来 小娃娃 对手机说两句话 丽莫西提起 心神听着 只听圆圆 呜呜呜的声音 他很害怕 搞噎着 我要妈咪 你们这些坏人 坏人 西西来了 你们就惨了 对方 对方似乎很不耐烦 听小孩子的哭声 行了行了 你爹就在电话那头 叫一声吧 丽莫西眉头拧紧 以为那些绑匪 认为圆圆是他女儿 难怪开口就喊要 五亿的美金 圆圆 他喊了一声 对方应该是 开了免提 圆圆一听到 他的声音 便委屈地大喊 爹爹 快来救我 他们是坏人 他们欺负我 丽莫西心想 孩子一定是被吓怕了 才会开口喊他爹爹 只是这一声爹爹 让他热血都沸腾了 和这孩子相处 有一段时间了 他口头上答应 姜短程 会好好对待孩子 心里也早就把圆圆 当成自己的女儿 如今听到孩子 这一声呼喊 他恨不得 将那些帮匪 千刀万剐 看视频 我要亲眼见到他 丽莫西控制着 心口内腔怒语 帮匪不耐烦了 美好脾气地说道 西少 你要听孩子的声音 我们已经给你听了 你还要看视频 是不是得寸进尺了 不看视频 我怎么知道 那一定是我的孩子 你连自己的声音 都能改变 孩子的声音 也能模仿 不是吗 要我出五亿美金 要是个真货吧 丽莫西条条是理地说 好 看在五亿美金的份上 我就大方点 再给你看看视频 免得你说我 弄个假娃娃给你 绑匪重重地冷哼一声 挂断电话 丽莫西绷截了脸 这时候只能等 就在身后的暗夜 已经明白了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空档 忍不住上前一步说道 二少 要不要马上报警 丽莫西抬手 阻止他说话 因为手机进了信息 他立刻点开看 是对方发来的视频 视频里 直见圆圆被绑在一张椅子上 为防止他大喊大叫 他没有交代 封住了他的嘴 孩子可怜兮兮的眼睛里 都是泪光 脸蛋上沾了不少泪水 他在哭 嘴被封住 却无法出声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丽莫西盯着视频 眼眸阴质无比 他们竟然这样对待孩子 他眼里阴晕起一场风暴 很快 对方又来了电话 他立即接起 不等对方说话 先冷喝道 把他嘴上的胶带拿掉 哼 西少 你现在确定这娃是真货了吧 我们也知道 你心疼孩子 那么可爱的小娃娃 我们也心疼啊 心疼归心疼 不封住他的嘴 他哭个不停很烦人的 我们是粗人 没什么耐心 搞不好烦了 就一巴掌过去 你们敢 这脾气上来 可就不是赶不赶的问题了 不过 我们可以向西少你保证 在收到钱之前 尽量对他好一点 所以西少你加快速度吧 给你一天时间 够了吧 明天就把五亿美金 乖乖地送过来 这样小娃娃 也就不用受苦了 丽莫西解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狼声问 明天 我把钱送到哪里 我们明天会准时 跟西少联系的 到时候 再告诉你 对了 西少你最好不要报警 你知道的 我们只是要财 如果闹到撕票的地步 对你 对我们来说 都不好 对吧 丽莫西还想说什么 对方却音笑一声 立马切断通话 他打过去 那号码却变成了空号 看来这些人是惯犯了 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二少 现在怎么办 爱业随即问 丽莫西神气冷却 沉声道 准备五亿美金 爱业心头一惊 他还不知道绑匪要那么大一笔赎金 还是美金 他不敢多说什么 向来都是主子做决定 他负责行动 他相信二少会有解救的办法的 丽莫西马上用自己的名义 从历史基金调出五亿美金 这些钱全部换成现金 确实需要时间 不过一天时间足够了 另一边 他让爱业派人去接江暖辰和奶奶回家 接他们的人传话说 已经知道猿猿在哪里 让他们不必寻找 江暖辰心有疑虑 但既然是丽莫西说的 那他就相信 他和老夫人回家 等他回来 夜幕降临的时候 丽莫西回来了 江暖辰以为他会带着圆圆一起回来的 所以 当他高大的身影踏入屋子那一刻 他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看着 圆圆 圆圆 他跑了过去 直见丽莫西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 他有些懵 不由得抓住了他的衣袖 焦急地问道 莫西 圆圆呢 不是说找到他了吗 丽莫西垂眸 服侍眼前结红了眼眶的女人 只是找女儿找疯了 他的发丝都乱了 他抬手 长矩将他的乱发理顺 得不到他的回答 他的神情平静地异常 他的心往上提 抓住他衣袖的力道加大 再次问 你快说呀 圆圆他在哪里 老夫人也按捺不住了 在阿圆的搀扶下走过来 问 是啊 莫西 你不是说找到圆圆了吗 丽莫西同谋漆黑一片 有着复杂的情绪 他抹了抹 终于扯唇 是 找到了 他在绑匪手里 什么 什么绑匪 江南城一时反应不过来 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便争住了 忽然明白了过来 目光紧锁丽莫西 颤颤地开口 红匪 你说圆圆被绑架了 他差点失声尖叫 丽莫西 丽莫西神色凝重的一点头 是 话音一落 眼前的江南城 接受不了这个讯息一般 身子一软就要倒下 丽莫西手快地接住他 将他搂入怀里 大手牢牢扶住他 双眉隆起 南城 老夫人也差点没被吓晕过去 好在阿圆及时扶住了他 只听他诗声和问 被绑架了 是哪个畜生不知死活的 但绑架我们的圆圆 是谁 老夫人 现在还不知道帮匪是谁 他们要二少交书金 才敢放人 艾叶这会儿说道 江南城呼吸都喊不顺了 他揪紧丽莫西胸口的承衣 泪眼朦胧地望着他 艾叶声说道 莫西 你要救救圆圆 救救他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他恨不能被绑架的是他自己 圆圆不过才四岁 那么小的孩子遭遇这种事 这会给他以后造成多大的阴影啊 我会救他的 你不要这么担心 看见他如此哀伤担忧 他心里很不舒服 他们要多少赎金 我们给他 马上换回圆圆 老夫人立马说道 他的焦急担忧 不比江南城少 那可是他的曾孙女啊 丽莫西抿着唇 心心里并不想说太多 不想看到他们担忧 只是他不说的话 他们会更加紧张 暗夜再次帮他开了声 五亿美元 绑匪说 叫二少拿五亿美元 换回圆圆小姐 这个数目 将在场的人都争愣住 静了几秒 一道尖利的女生 打破江棋 什么 五亿美金换个孩子 但我们好欺负 还是蠢呢 我不同意 大伙看过去 吃方慢和绷着脸走过来 他看一下丽莫西 见江南城很虚弱地倒在他怀里 他更加不悦地醋眉 冷声说道 莫西 你直接报警就是了 这种事情交给警察处理不就好了吗 江南城的女儿 凭什么要我们丽家抽钱去救 你给我闭嘴 丽莫西还没有出声 是老夫人先对方慢和喝了一声 他气得喘息的时候 胸口都有了起伏 被老夫人这么一吼 方慢和气势弱了些 仍旧不放弃 妈 我说的没错不是吗 五亿美金换回来的 又不是莫西的孩子 我们丽家就算是富可敌国 也没有必要为别人的孩子买单吧 江南城心尖一紧 他就要脱口而出 那就是丽莫西的女儿呀 丽莫西却抢先一步说道 妈 对我来说 远远就是我的孩子 我早已将他视若几处 就算以后我有了孩子 远远就是我的大女儿 就算我倾家荡产 这无一美金 我一定会出 他这一番话 让江南城眼眶一热 有更多的泪水涌进眼里 若说之前 他还会有忧虑 丽莫西只是口头上说 对圆圆好 现在 他完全看见了他的真心 他忍不住将脸 埋进他的怀里 哽咽一声 莫西 他情绪很激动 已经无法再说更多的言语 方曼河脸都反白了 他真是认为儿子被江南城迷惑得没救了 不是自己的孩子都那么在乎 简直是神经错乱 我现在就报警 方曼河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干脆报警 让警察来解决 他走去客厅 就拿起坐机上的话筒 手就要去按下报警号码 手里的话筒 却被人猛的抢走 一回头 丽莫西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去脸绷紧了线条 目光沉冷的逼人 一字一句道 妈 你现在报警会害死孩子 他们会撕票的 方曼河想回嘴 撕票就撕票 又不是他们丽家的孩子 只是被儿子那冷丽的目光 震得张了张嘴 说不出这话来 来人 带夫人回房间 丽莫西下达命令 两名巷人走过来 方曼河露出不敢相信的眼神 他看着他说 妈 从现在到明天 你就在房间里好好休息 希望你不要做出 让我恨你的事 方曼河倒吸一口冷气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 姜暖城 冷哼一声 下巴一扬 不等下人来请 自己转身走回房间 他跟自己说 这是看到儿子的份上 才答应救姜暖城的女儿 方曼河一走 客厅里边安静下来 姜暖城和老夫人得知 要明天才能救回圆圆 他们焦急又无奈 尤其是姜暖城 女儿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么久 不知道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那些人会对女儿做什么 丽默西的安慰这时候 都起不了多大作用 他一想到女儿身处凶险的环境 整个人的精神都恍惚了 丽默西私自在水里 加了少量安眠药 哄着姜暖城喝下 才让她睡下 她这样做也是没办法了 不这样 她是一晚都不会睡的 她随后去看奶奶 老夫人还是担心 只是上了年纪 阿元陪着她说说话 她慢慢地也入睡了 丽默西这下松了一口气 之前出去了大暗夜 此时回来了 二少 丽默西出了奶奶的卧室 迈出长腿说了句 跟我来 二人进了属于她的书房 锁紧门 她坐到沙发里 有些疲累地揉着眉心 单身问 有什么结果 视频我们仔细研究过了 看得出绑匪所在的地方 是废弃的旧楼 这种旧楼很多地方都有 一时半会儿 还真不好查出确切的位置 暗夜对于这种结果也很失落 他们若能先一步查出帮匪所在地 对于救人就有把握 这个寻不通 就再想想其他办法 丽默西沉声说 眉目里有的是疲惫 却没有想过放弃 二少 你觉得这次的事 是谁指使的呢 还是单纯的劫财 这个问题已出 丽默西英俊的同谋里 只有朗瑞闪过 博唇抿着 他望向窗外的夜色 没有出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残情恶笑的隐婚期 作者 蓝腰 演播 一笑末路 生机勃勃 第175集 黑漆漆的夜 丽家别墅 一处偏僻的角落 一鬼鬼色色的身影闪过 四周距禁 确定无人之后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仔细辨认 看出是手机 这会儿 他在输入号码 静悄悄的角落里 男人对着手机低声说话 喂 大爷 这一头 丽震刚站在百叶窗前 面对外面浓郁的黑色 没有什么感情的问 怎么样了 二少今晚回来了 江暖城和老夫人都非常着急 方夫人倒是和二少吵了一架 不同意出钱救人 还说要报警 不过 被二少阻止了 二少禁锁了方夫人 说是明天之前 都不能出房间 这人一连串的 把今晚丽家里发生的事情 全部汇报了一遍 丽震刚阴冷的眯眼 哼 看来丽莫熙 很在乎这个孩子 他自语了一句 随即说道 你做得很好 再有什么事 我会联系你 好的大爷 电话挂断后 这人又警惕的看了看周围 随后快速 也入夜色里离开 丽震刚接着拨打一个号码 对面接通后 开口就问 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爷 你放心 我们兄弟轮流看着呢 小奶娃哭累了 现在睡了 不过 给他东西吃 他硬是不吃 这小脾气 可真倔 丽震刚皱眉 你们给我看好他 在丽莫熙拿钱来之前 不许让他出事 不吃东西 就给我灌点水进去 吃 明白 丽震刚对这些下手办事 还真不怎么放心 不过也就一晚的时间 明天很快就会到来 到时候 他要送丽莫熙一个天大的礼物 他正陷入自己的思绪里 身后冷不定的冒出声音 义父 已经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丽震刚惊了一下 回头就看见颜飞燕站在身后 他有些意外 你让人绑了江暖城的孩子 严震燕一开口 就直奔主题 而且用的是肯定语气 丽震刚指使他 对于他知道了这件事并不意外 全色淡淡 坐到旁边的椅子里 你说不动江暖城 那可以 我现在没有动他 怎么 就连他的孩子你也要管吗 说完 邪逆着他 严震燕神情郑重 你抓他的孩子做什么 那不过是个四岁的孩子而已 丽震刚眼色突然一立 那要怎样 我只知道 那是丽莫熙的孩子 我管他多少岁 我儿子是因为丽莫熙才死的 我抓他女儿来抵债 有什么错 你要来质问我吗 还是想让我放了那个孩子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也不过是我收养的意思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两人大眼瞪小眼 气氛僵持 丽震刚自然气得不行 他从小吸尖教导出来的孩子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这般和他对着干 严震燕捏了捏拳头 吹下一口气 他在旁边坐下来 似乎想通了什么 语气平缓地说 义父 这次行动 我帮你 丽震刚胡逸地眯言打量他 有些嘲弄得逢笑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来帮我 你不是想趁机放了那孩子吧 就算我想放 也要义父你点头同意才行 我知道 我劝不了你 只好主动帮你 也算是帮姜暖成 看一下他的孩子 严震燕非常坦白 这时候拐弯抹角 只会适得其反 我看你帮我 没有多少真心 主要是想帮姜暖成吧 丽震刚嘲讽 严震燕不否认 我只想照顾孩子 丽震刚沉默 目光却在打量他 似乎在思考要不要他帮忙 叙语 他终时点了头 也罢 你那么想帮姜暖成 我就成全你一次 这次之后 你全心全意帮我 他的事 你就不要再过温了 严震燕思量一下 轻声应道 好 丽震刚不易察觉地 勾了勾嘴角 眼底闪过烟了 看来明天 他还要好好 给严震燕上一刻 让他知道 面对敌人 不能心软 这一夜 似乎格外漫长 晨光终究 还是冲破云层 将新的一天 带到时间 丽默西一直在等待 这一晚 他只是合眼休息 并没有睡觉 他就守在 姜暖成身边 看着他的睡眼 给他吃了安眠药 他都睡得不安稳 看来是非常担心圆圆 天亮后 阿爷来敲了下门 丽默西深深看了一眼 还在睡的女人 帮他医好被子 才起身出门 关上卧室的门后 他问 如何 现今全部准备好了 只等二朝分复 安夜这一晚 也没有休息 不过他似乎习惯了 此刻还非常有精神 丽默西微微汗手 现在 他们只能等 对方来电话了 这时候来了电话 他一看 是陌生号码 知道是绑仔来电 接起电话 西少 走啊 想必西少 已经准备好赎金了吧 说你们的地址 丽默西冷声道 不急 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过去 我事先警告你啊 只准你一个人来 如果发现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 我们马上撕票 绑匪恶狠狠地说 丽默西沉着气 应声 知道了 顿了一下 他又说 我现在 要看看孩子是不是安全 我都说了会照顾好他的 真是麻烦 你等着 绑匪嘴上抱怨着 却还是打开视频 让他看孩子 经过一夜 别人看起来消瘦了很多 脸大还残留泪痕 原本活灵活现的大眼睛 此刻闭着 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丽默西眉身影 可问 他怎么了 孩子睡觉 没醒 想得清醒还不简单吗 不给丽默西制止的机会 那绑匪开始去摇醒月月 看见对方如此粗鲁地对待孩子 丽默西眼里腾起冷艳 真是该死的 可怜的圆圆惊恐了一夜 没吃东西 天快亮了才好不容易睡着 现在就被吵醒 他浓密的眼睫毛颤了颤 非常虚弱地睁开眼睛 看见帮匪 立即被吓得呜呜之叫 圆圆 不要怕 我马上就去救你了 别怕 丽默西忍不住安抚孩子 圆圆也看见了视频那边的他 眼眶里的眼泪就滚滚流下来 他好想说话 却被封着嘴 睁着肋眼一眨不眨的样子 真是令人心疼 圆圆 圆圆在哪里 身后 刚从卧室出来的江暖城 听见丽默西说话 一个箭步冲过来 看见出现在视频里的女儿 她被绑在椅子上 脸脏兮兮的 嘴被胶带封住 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那一刻 江暖城感觉自己的心被挖了一块 痛得要命 圆圆 我的孩子 她刚要伸手去碰触 绑匪似乎因为她的突然出现 而切断了视频 江暖城打惊 甚至清醒了一些 猛然看下丽默西 掩不住情绪激动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圆圆呢 他们太可恶了 他们就那样绑着孩子一夜吗 救人 莫西 我要去救圆圆 她被视频里所见的一幕 刺激了神经 丽默西刚要说什么 电话又打起来了 她深意江暖城不要出声 她接起电话 对方的语气非常不善 西少 我现在告诉你 把钱送到什么地方 还是那句话 指着你自己来 丽默西还没回话 手机忽然被江暖城夺了过去 她大声对那边的人说道 我是孩子的妈妈 我要救孩子 我也要去 你们让我去见孩子 丽默西震惊 她不会让江暖城去的 把手机夺回来 连忙对绑匪说道 我现在就送书军过去 她不知道为什么 绑匪突然改变主意 等等 我们老大姐的孩子的妈妈 可以一起来 就这样吧 西少 你带着孩子的妈妈 一起来送书金 我自己去就可以 丽默西传声道 西少 你现在没有资格 跟我们讨价还价 我们老大说 这次一定要孩子的妈妈 一起来 地址你给我寄好了 一个小时之后 不见人的话 我们就撕票 对方说完 野蛮地挂断电话 绑匪的话 江暖城听见了 他抓住丽默西的手臂 带着砍球的声音道 莫西 你就带我去吧 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等 我会疯掉的 丽默西俊爷严肃 深深凝视他 他非常不愿意 带他一起去 他感觉到 对方要的不只是赎金 这一去 不知道会有什么风险 他绑匪刚才在电话里说了 一定要江暖城去 他一咬牙 看下安夜 你去安排 安夜明白他的意思 是让他去安排人手 保证江暖城的安全 一点头就出去了 老夫人也醒来了 正好送他们出门 他忧心忡忡连连叮嘱 除了救孩子 你们也要小心哪 他年纪大了 经不起任何的惊吓 莫良还是不放心的 都要平安回来 莫西 要保护好暖城 奶奶 我知道 您在家里安心等我们回来 这个时候 只能解量说一些安抚的话 按照绑匪给的地址 车开往无人的郊区 他们要赶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 所以开车的是安夜 车速达到了极限 两边的景区越来越荒凉 这是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渐渐的 前方出现一些废弃的旧楼 看得出 这里以前是厂房 也不知道这工厂搬迁了多久 这里的房屋坍塌了打扮 岳家接近目的地 莫西的手机又响起 他直接戴上耳麦 接通后听见对方说 西少 我说过只准你和姜暖城出现 其他的人都给我滚远一点 丽莫西眼里响过阴海 陈生对安夜说 听着 二少 安夜不愿意 可看见主子那冷静 不容拒绝的神情 他只能恨恨地打转方向盘 将车停下 接着 安夜就被拉下车 丽莫西坐到了驾驶位 眼看那车就要在眼前开过去 安夜又喊了一声 二少 丽莫西没应他 发动车子 带着将暖城往前方的旧楼开去 安夜站在原地看着 突然有一种前路渺茫的悲壮 二少 丽莫西开车进入对方的范围 这里似乎安置了阻碍信号的装置 车一开起来 他就发现手机没有了信号 两边堆砌着生了铁锈的废弃钢条 老旧的大楼就在前方 满城 害怕了吗 他忽然问 将满城握紧拳头 他是害怕的 怕女儿出事 跟着丽莫西到达这种荒草漆漆 透着阴冷的地方 他并没有害怕 他摇摇头 我不怕 怕也没有关系 你记住了 无论出什么事 都有我猜 他沉声说 江满城鼻头一酸 垂眸说了一句 莫西 对不起 若不是他太粗心 弄丢了女儿 也不会有金钱这种事 丽莫西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摇头低耻 傻瓜 这不是你的错 就算你再怎么小心 也防不了对方有计划的安排 说话间 车子开到了楼前 车子熄火后 两人下车 两人两手都提着箱子 四只箱子里面装满了钱 四处荒凉 根本看不见任何人影 江满城目光焦急的四处搜寻 满脑子都是女儿 丽莫西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 我们到了 你们人呢 对方也冷地笑了一声 西少果然准时 还敢只身前来 有胆时 讲戏哟 很好 现在你可以抬头往上看了 丽莫西文言 慢慢地抬头看上去 之前没有发觉 这旧楼有多高 现在这么一看 才觉得 这楼怎么这般高 只有十五层那样吧 在第十层楼的位置 那里掉着一个小小的人影 这一幕 向他惊致 一旁的江满城顺着他的事情 也抬头往上看 高高的楼上 那个小小的人儿 被掉在半空之中 刹那间 他手里提着的箱子 全部落地 他惊恐地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上面 那是他的女儿呀 圆圆 他惊呼着 就要冲进大楼 丽莫西连忙拉住他 莫西 那是圆圆 是圆圆 你放开我 我要救他 他们怎么能把一个小小的孩子 掉在十层楼高的地方 他们怎么能呢 暖城 你现在冷静一点 还不能过去 丽莫西同样是愤怒的 可是孩子还在他们手里 他们不能千举妄动 江满城看见 自己的孩子被如此对待 早就没有了理智 他哽咽着 我想冷静 可是我怎么冷静 而这时候 上面隐隐约约传来孩子的哭声 妈咪 爹爹 救救我 我好害怕 孩子惨兮兮的声音从风中传来 那一声声的让人心痛的如裂开那般 原原 这一刻 江满城终于忍不住落泪 他怒吼着 我们带书进来了 你们快放了我女孩 这帮畜生 丽莫西已经没有功夫去思索 原原这时候为什么喊他爹爹了 孩子的哭声穿进他耳朵里 他幽冷地盯着楼上某处 鹅角的轻筋抱起 不着急 等我们验收了赎金 自然放着娃娃下来 楼上传来对方的声音 紧接着说 现在 请西少把装熟金的箱子 放到前面那块空地上 想救孩子的话 就老实点照做 江满城为言 磨掉脸上的泪 慌忙提起地上的箱子 不行 我们走 他根本不做其他考虑 一心只想救女儿 丽莫西敏简纯 提着箱子 与江满城在前面的空地走去 两人依照对方的要求 把四只箱子放到空地上 很好 你们后退十步 放开我女儿 江满城急的 我们验完户再说 赶紧给我退后 不想他活命了吗 王斐凶狠地喝道 江满城咬紧牙关 眼睛牢牢地望着上方 真担心那根绳子会断掉 他的女儿会掉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